伍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 死后给人留下了一个无自卑 任人凭说 自己生前对自己不做任何评价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再难诠释待理 他作为一个女皇帝 在他死后一定会有无数的流言蜚语 甚至是恶语重伤 但这一切他都已经无法左右 一生战胜了所有的女皇帝 所有的敌人 武则天明白自己的生命 还是会走到终点 生前的一切都会被别人议论 功德杯也会别人抹去 那就干脆立一个无自卑吧 是非成败随便说 武则天的执政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方面就算是他的敌人 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但是武则天在私生活方面 却一直被人诟病 这一点也成了后世很多人 往武则天身上泼脏水的理由 但关于张氏兄弟 张昌宗 张一芝这两位男宠方面 武则天实在是有着自己的无奈 大家好 这里是人文史说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帝 武则天做出的成就不言而喻 上乘真冠之志 下起开元盛世武则天在位期间 得到了人民的普遍认可 即使武则天的评价褒贬不一 但毋庸置疑的是 他是一名杰出的统治者 他提倡科学 正是科学的有效作用 他爱才惜才 若是杰出的人才 即使身份卑微 他也会破格采用 他重视人民的素质教育 那时教育系统并不完善 而他在统治时期 进一步完善了科学制 创立了电视和舞曲 在那个众武清文的时代 他是首批意识到 文与武同等重要的先驱者 武则天的善用贤人 慧眼石珠为他的政治生涯 打下了稳定的根基 他不愿错过人才 通过自建与别人推荐等一系列手段 选拔出来了一系列 杰出优秀的人才 比如敌人杰 姚崇 宋景 这些人才后来给他的事业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农业为一国之本 除了重视教育 武则天也没有忽视农业发展 他继续推行流传下来的军田制 在偏远的地方实行军事性营田 在农业发展这一方面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为了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武则天可谓是想尽了办法 他以农田的好坏 作为一个标准来讲成地主观例 这可不大大调动了地主观例的积极性 武则天统治期间 农业不断发展 而他的措施不仅仅体现在农业上 采矿业 铸造业等手工业也持续发展 在那时 城市贸易也十分发达 势则不断增加 大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虽说 武则天治国有方 但他并非称得上一个没有任何陋习的君主 后人皆知 他喜好男色 武则天生活的时代是男权主义时代 在那时还能成为一名金国英雄 想必武则天一定不是平庸之辈 其实我们只看到了武则天在晚年时候荒淫无道 却忽略了最在意的 自己归西之后整个家族的富贵问题 是否还能有尊严地生活着 说起富贵问题 自然就离不开皇位继承 在一开始的时候 武则天也在自己的儿子李显和侄子五三四之间 犹豫不决 还没有确定到底应该选择谁 与敌人节的一番攀谈 让武则天顿时醒悟 敌人节向武则天问出这样的问题 觉得自己的侄子和儿子谁更亲近一些 如果传位给儿子 儿子的千秋万代都依然尊武则天为祖先 但是传位给侄子呢 虽说是自己的娘家人 但是从古至今 有谁听过侄子祭祀姑姑的呢 正是敌人节这样的一番话 让武则天打消了要传位给侄子的念头 可是虽说不传位给五三四 但是武则天在最后时刻还在保卫自己的家族 要确保自己死后武士家族不受迫害 因为武则天深知当时在夺位的时候 自己使用的一些手段 得罪了李氏宗亲 如果将来自己大献到来 武士一族一定会受到李氏一族的算计 可是如果传位给五三四 那么李氏家族又当如何呢 这真是一种不死不休的局面 武则天在晚年时候 也曾经想过让李氏与武士联姻 这样既可以稳住李氏家族 又能够稳住自己死后武士的富贵生活 所以在武则天晚年时段 他几次将李氏的公主赐给武士家族的人 并且让李氏家族发誓与武士家族不互相伤害 可是武则天心里也明白 承诺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只有当双方势均力敌 承诺才会起到作用 如果一方太过软弱 那么必定会受到迫害 当时对于李氏家族和武士一族的未来 武则天也是深感棘手 此时太平公主为了帮助武则天解决这一难题 并将自己的男宠张宗昌介绍给了武则天 当时的武则天很是喜欢张宗昌 因为张宗昌有攀安之貌 对其十分崇幸 后来张宗昌还将自己的哥哥推荐给了武则天 这三人简直就是神仙眷侣 每天这两人都能给武则天带来开心 那么赏赐自然也不会少 其实武则天明面上是崇幸两兄弟 按理将李氏家族和武士家族的权利都收回 交给张氏兄弟 武则天是希望此时的李氏和武士可以定弃前嫌 来对抗张氏兄弟 只有有了共同的敌人 他们才能够真正地合作 女皇刚登上王位的时候 他特别喜欢薛怀义 薛怀义受到了恩宠之后 就开始肆意干政 比起后来的二张兄弟 其实他做得更加过分 武则天没有被他所蒙蔽 哪怕再怎么宠爱 意识到了他的狼子野心之后 说杖毙就杖毙 丝毫没有手下留情 武则天是个聪明人 怎么会因为情爱就放弃至高的权利 再转到二张兄弟的身上 有了薛怀义这样的前车之剑 他们虽然比较放肆 但总该懂得分寸 那为什么嚣张气焰会比薛怀义还要高呢 这其中少不了武则天的推波助澜 他纵容二张兄弟在职期间滥用职权 甚至是奢华铺张 践踏其他大臣 罔顾王法 欺压百姓 让二者的坏名声响彻朝堂和民间 在众人都以为李家的江山要被祸害之时 他却传位于太子李显 还给了李家 有了这样一个惊天大转折之后 就爆发了神龙政变 二张兄弟在这场政治变革当中 被残忍屠杀 平息了朝臣和民间的愤恨 武则天当时已经病重 权力对他而言不值一提 让出了皇位之后 反而明哲保身 武家也没有因他而受到多大的别波动 有些能人还能担任重要的职务 武则天看起来专宠二张兄弟 霍乱恭维 实际上是为了保全自身和武家 如果自己一直位高权重的话 在发生政权更替的时候 他必然首当其冲受到残杀 也连累家族 这天下虽然是自己的天下 可终究克了李家的姓名 为了缓冲这种残害 他让二张兄弟做自己的挡箭牌 而后安全撤退 安享晚年 保全家族 不得不说这种心计 还是相当可怕的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